DSE2013 1AM消了份卷的第29题 有一条金颂OP 就在这个位置顺时针旋转 然后他就问你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第四个答案是哪个人对的 我们先分析一下答案 答案不外乎就是说电流这样流 还是说边点是高电 原来这里是这样的 因为针棒在动 针棒就是电磁 在电磁上动 那些不叫电流 很奸状的 我再说一次 如果你记不记得 我们拿回电脑那些 如果这个电磁 就会以P点 当你们去P点 这个灯泡 我们说电流就会由P流去P 记不记得 我们描述的时候 我们是不熟 电池里面发生的东西 所以 这是我们 我们是不会考虑A和B的说法 在电池里面移动的电磁 不叫做电 物理学家很麻烦 好了 于是就将我们的注意力 考虑C和D两个答案 那又怎样呢 针棒上高 是正电磁和负电磁的 正电磁和负电磁 好了 因为动作 动作是这样动 速度是这样动 然后 你可以想 这样动的时候 即是说 这粒正电磁有个速度向这边 好了 用这个忽林明左手定律 因为是动动中的电磁在磁场里面 动作向这边动 磁场入止 磁场入止 原来它就会经验一个磁力 磁力 磁力 就会向上推正电磁 这个就是个磁力 好了 久而久之 就会变成 我意思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那些正电磁 就会推上来 P这个位 那些负电磁 会被人推过去O位 如果当它还在动的时候 好了 这个是O位 这个是P位 所以就变成了 好似个电磁 这边就是制 这边低电制 好翻查 四个答案的C和D 感生电动势会发生 而P点是高电势 是这样来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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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